中文字幕 李宗盛 婚前老公有请问过说 婚后薪水全部都要给你管 我二十五六岁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进报社 我进报社半年之后 我的先生才进报社 那他进报社之后 我们才三天 我们就谈恋爱了 那谈恋爱之后呢 你真的很双鱼 感进度的 可是我老公真的超帅 帅到爆 我第一眼看到他说 哇 世界上有这么帅的男生 那我赶快插旗 他当时几公斤 他当时应该只有六十几公斤 不到七十 现在破百 你看 爱心的力量是吧 那你可以想到就是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的薪水才多少 我进报社才一万八 那他还顶多就一万八那个年代 跟现在的距离也没有多遥远 那第一个月领薪水的时候 我们已经谈恋爱了 那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这六千给你 我说你不是要给我六千万 他说你帮我存钱 因为我以前都存不了钱 你帮我存钱 我说我不要 你帮我存钱啦 就给你 每个月都给你 我想说这么好 好 那我真的就收了 好 六千 接下来他就跟我讲 因为我们以前跑社会 我不会骑摩车 当时我先生 他算我那个男朋友 他是骑摩车 那我那个时候呢 我就买了一辆很破的二手车 我还跟一个警察买的 很破 那个时候伏特权雷达 那算很久一件车 那我的男朋友 就我先生就跟我讲 你好 女生长得漂漂亮亮 不要开这么烂的车 因为很危险 我帮你买一辆 那那个年代 他说我都帮你看好了 一披萨 你知道 西班牙的邪背式的车 而且早年 这种邪背式的车很时尚 对 他说我帮你买 我说不要啦 哎呀 你这开车这车不行 所以他真的 他就帮我把那一辆 旧的车卖掉 因为我们女生 不会卖这种中古车 他还真拿去卖了 他又卖给一个警察 而且卖的价钱还不错 他把那个钱给我 然后他真的把那个 一披萨就牵来咯 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开 然后他就是骑摩托车 哇 所以他那个车就是 全额付轻的 不是不是 他付贷款 贷款的头期款 然后半年之后 你看我们才认识 大概快半年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好快 而且是我主动开口说 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好 他连求婚都没有 然后他就知道 他什么星座 我老婆 母牙 好 你干嘛那么大声 我超了解牡羊座 我刚还跟你讲牡羊座 我最了解 其实没什么心眼 没心眼 其实对女生来讲 大吗 这个男生 男生如果你可以保证这辈子 你都不出轨 不会对不起老婆 你就用这一招 你肯定能把女人骗回来 而且我老公以前做很多蠢的事 那我就按时他说我们该结婚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这辈子最喜欢 最希望有人送我花 那时候我才25岁 那时候我们报社其实就是大概二三十个记者 都坐在一个空间里面没有隔间 就很像我们保险公司那种很大的那个办公桌 那他的位置距离我有点距离 所以后来上班的时候 我觉得他好妙 他就走到我的那个桌子前面 就丢了一坨报纸 就丢了 然后我就想说很可恶 有垃圾桶你为什么不丢 你便包了些花吗 我根本没有想到 我就把那一坨就丢在垃圾桶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去 我们每天都会去看电影 那下班的时候他就请摩托 然后我就坐在他背后之后 他就说喜欢吗 我就说喜欢什么啊 他说 我说我有送你东西啊 我说什么啊 他说你没有把报纸打开吗 我说报纸你干嘛乱丢垃圾 他吓死他说 那上面呢 是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我上面有绑了一个金项链 哇 草地亚姨开心了 我觉得她好蠢 草地亚姨也以为是一坨垃圾桶的垃圾 没有 我们吓呆了 我说快回去找 真的就回去啊 回去还在垃圾 好险 我真的希望 我真的希望 草地亚姨剪奏 因为我就嫁给他了 因为我觉得 这种男人好棒 但是婚前他这样的表现 几乎就全心全意 每个人一万八都给你了 而且他有跟我承诺 他说你不要上班了 我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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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你要不要 真的男人你要不要 当然OK啊 真的吗 可以啊 你不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吗 接下来的故事 进入婚后咯 一结婚 刚刚讲庚慧 我老公可厉害 我老公超会攒钱 我们一结婚呢 一样我还是开Ebisa 然后他 他倒没有把所有钱给我 因为那个房 就是那个车子的钱是他在付 他在交 我们是跟婆婆住 那我们那一栋房子 是他们把台东的医院卖掉 因为我公公在生前 他是个医生 那卖掉那个医院 所以在内湖买了第一栋房子 那个房子名字是我先生 所以我当然我就跟我无关 所以他来缴这个房贷 我老公那是为了多载一点钱 他也是跟会 我老公这个命 我真的希望你们帮他算一下 他跟那个会 会就到 真的 然后他买股票 那一家就到 而且那家上市公司就下市 他已经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没买必到 他有一次跟我去台东 去拜妈祖娘娘 他还不信邪 他很少会求签 他真的拔笔就求了一个签 连妈祖娘娘 那个签上面都说 黄金变成钱 他也不听 那个签师他抽的那一天 他买了股票的那一家下市了 黄金变成铁 真的我不骗你 连妈祖娘娘都看不过去 你很有致富的那个机会 不是你就跟他对坐 他买这个 就是买别的 反着压 对 反着压嘛 对不对 买他长你就给他买这个 其实他股票上万点好的时候 我要讲 我老公还是很大方的 第一 我们从小房子 换到内湖一个当年蛮豪宅的地方 还不错 那个房子买了好几千万 我们卖掉这房子 然后也是他的名字 那个时候一个月就光榜 但要付大概八万多 都是他付 所以我也有享受过 很不错的一段时间 那后来就还蛮妙的 因为我老公做这个股票 就会一直融资嘛 所以有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跟我调钱了 就是那个两百万来 那个三百万来 融资都是很大量 因为股票在上去的时候 融资是很恐怖的 融资真的就借钱 对啊 那各位我觉得 我自己也有点傻 为什么 我这些钱都给他了 那后来呢 因为兵败如山倒嘛 后来大家也知道 他就是欠了一大笔债 所以那个房子 他就卖掉了 所以那个房子 卖了多少钱 他获利多少 我从来不知道 结了婚之后 我老公到底有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因为结了婚之后 家用就慢慢就是我在乎了 然后车子就慢慢都是我在乎了 后来的状况是 他卖掉那个房子的时候 我就自己花钱 就买了一栋这个房子 那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还蛮顺利 就是我跟我老公在一起 我还蛮能赚钱的 猛赚钱啊 猛赚猛赚猛赚 那我们现在的状况 就很有趣 就是我们家 任何一分钱都是我出嘛 大家也知道吗 那甚至我老公要去开同学会啊 要给他做面子 真的 我就会一万 真的 这一两百 我都一万两万 就是老公 同学会 为什么花这么多钱 我都会跟他讲说 没有你就说 你也要 偶尔要买单嘛 就是 同学清晨 当然我老公超call啦 他从来不会买单 但是你就是还是要 我要说很大气 应该会买单啊 那我最近 还就是要买一辆车给我先生 因为我的 要挂谁的名字 他的 那他的 为什么要挂他的名字 是有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家 因为所有的钱是我出 所以房子车子 任何的材材都是我的名项 他之前开了那个车子 去接我女儿 那大家都知道 那个学校门口就很乱嘛 就是挤来挤去 他跟一个计程车司机 就发生冲突 你知道男人跟男人 在逼车的时候 很模糊 不然我就下车了 他问奖把下车了 就开始 一定是问候你祖宗八代嘛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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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知道对方就拿了一个手机 就 啊我先生当然就 你知道啊 意气是三 嗯 那个字 好 就那个字而已 那个字 他就讲着那个字 大小的小的那个字 对方就把他录了 然后就告啊 对方就说 我告你公然无弱 他就说 你告我公然 我才要告你吧 两个就你拉着我 我拉着你就进警察局 就进警察局之后 连警察都看不过去 就说你这有什么好告 笑死人了 不要告了啦 对方就一定要告 后来呢 那个警察说有没有和解 警察说有和解 他说那个问讲说 好啦 和解啦 那和解是不是还要写一个笔录 和解书 那个某某某 那个刑照拿出来 要有刑照嘛 要撤着刑照 哇 不得了 那刑照一打开 许胜梅三 哎呦 名人 没看到 完蛋 真的 那问讲就说 这个车行照是这个人的吗 那警察说是 他说我肚子痛我回家一下 我说他肚子痛 因为我们会去接小孩 去警察就是住附近嘛 问讲就回家 为什么他回家搜索 确认是不是我 确认他说我应该就住附近 他就又折回来 就跟警察说 他说我绝对不和解 绝对不 我就是告诉他 而且我要求偿多少多少多少 几百万 不要讲对 我先生说你帮帮忙 我就不过就骂那个字嘛 是不是 而且你也有骂我 那我先生真的很火 没关系你告啊 还真的上庭了耶 大家知道那个 真的啊 笑那个字有没有 有笑我应该自己理掉 罚五千块 就真的罚了 所以我先生就赔了这个钱 那不过这事情我就 就很困扰 后来我就觉得说 以后这个车子呢 就不要是我的名字好了 所以我们换了车 我就买一个新车 给我先生 而且我很大方的 真的 我都跟我先生讲说 买 干嘛笑啦 想买什么车 就买什么车 你开心就好 哦 怎么样了 怎么这么晚 我计较嘛 哎呀 对不对 他不过六千块 买了我一生